生肖牛 生肖牛人今年的运气可以说是牛气冲田 红的发紫 今年五月生肖牛人运势大好 偏财星刚好走进财博宫 注意是偏财星 不是正财星 偏财星主意外横财 正是你得到意外之财的时候了 你看意外横财都跟上你了 你喜欢不喜欢 现在就看你能否抓住机遇 多留点心吧 喝酒时保留几分清醒好发财 生肖龙 生肖龙人今年整体运势也非常好 一龙挡住千江水 滚滚财员涌进门 看见生肖龙人今年财运怎么样了吧 今年五月生肖龙人偏财星走进财博宫 所以这笔横财到你家金库里了吧 好好竖一竖吧 买个点超机吧 用手术防止会抽筋的 不过要留一把握住机会哦 生肖兔 生肖兔人其实今年五月整体财运也不错 很容易得到意外之财 当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钱得到了给老婆大人保管吧 别给了小三哟 生肖兔人今年五月偏财星刚好走进财博宫 意味着你得到意外横财的机会到了 不过你可要注意了 这篇财星是经过情愿宫才到你家里的 明白什么意思吧 动动脑筋吧 老王前面的文章看了没有 你五月容易有桃花了 防止横财被小三给花光了呀 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 好好珍惜机会哦 生肖侯 灵力机敏的属侯人 今年五月里的财运为小富 俗话说先有小富后大富 属侯人从五月起财运一天一天再转好 偏食贵星的家户 使得属侯人有得财之势 家庭事业都颇有起色 信心足 业绩好 各方面的收成都相当不错 短短三十天里有兵有马 有良有财 日子可谓大红大紫 属侯的人知书达理 深的人心 人脉好 他们贵人运好到惹人极度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好贵人运 身边的贵人老是协助他们 逢财想富贵 工作上世事顺心 这一辈子求财顺利 财神爷也格外偏心他们 财源广进 富有无量 生肖侯 属侯的朋友好运都集中在五月份 今天开始到五月中旬 他们好运有 明显变化就是在工资方面 不但工资变多 公司的坏境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很有可能叫领导提拔当小领导 人脉也越来越多 身边的好友都开始帮他出谋划策 有贵人鼎力相助 事业一飞冲天 让他少了很多闹心事情 脸色笑容也多了 就感觉中好几万彩票一样 正财偏财连忘三个月 生肖猪 属猪的人人缘很好 今天开始到五月中旬 有贵人鼎力相助 身边的贵人不断出现 给属猪的人带来更多的帮助 事业发展上带来更多的提高 在这段时间 属猪的人正才会有很大的丰收 事业发展上得到贵人相助 虽然会遇到困难 但是也能够有非常大的进步 事业一飞冲天 正财偏财连忘三个月 开始裁员广进 事业顺利 生肖虎 生肖虎性格勇猛 做事雷厉风行 凡事思虑周全 做事有规划和想法 在工作中特别有能力 凭借助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晋升 财富积累了不少 今天开始到五月中旬 有贵人鼎力相助 迎来好运势 在工作中业绩突出 得领导赏识 升职又加薪 只要继续努力 还会取得更出色的成绩 而且赚起钱来更加如意 发财发家 要迎来自己人生中的巅峰了 生肖狗 属狗人个性都很强 对事业投入的经历很多 他们不断给自己注入动力 今天开始到五月中旬 有贵人鼎力相助 就会迎来转折 在职场中的机会将趋于增加 往日的霉运也会马上烟消云散 未来属狗人急兴入命 工作顺遂 财富也能越来越旺 事业一飞冲天 正财偏财连望三个月 生肖牛 生肖属牛的人特别有善良 特别有包容心 而且还特别有认进 做事情能坚持 有条理 也特别能吃苦耐劳 认准一个目标 必然会坚持到底 因此属牛人必定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也会收获丰富的财富 而且属牛人还特别热心肠 喜欢帮助人 不求回报 是个特别乐善好施的人 因此 属牛人身边很多人都得到过属牛人的帮助与支持 必然也会用同样的爱心来回报属牛人 所以属牛人也会有福运 注定能一生幸福 平安吉祥 生肖属 生肖属属的人 聪明灵力 头脑灵活 而且嘴巴也甜 表达能力很强 所以很会处理人际关系 在各种场合里都很懂得为人处事 属属人的人缘因此特别好 身边总能遇到贵人 属属人也常能得到大家帮助 运势很旺 接下来属属人将会运势大好 一扫过去的霉运 得到上天的厚爱 事业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获得晋升的机会 财运也会随之而至 而且单身的属属人 也会有机会遇到自己的桃花 必将事业爱情双丰收 生肖鸡 生肖鼠鸡的人很耿直 踏实 做事情特别认真努力 有魄力 而且鼠鸡人其实特别的有想法 是个精明能干的人 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抹老实芭蕉的样子 其实鼠鸡人是很有智慧的 而且也有着吃苦耐劳的精神与性格 事业心很强 肯努力 敢于挑战自我 不具困难 挫折 是个特别有任性的人 认定一个目标 不达目的不罢休 春节期间 鼠鸡人必定会有吉星眷顾 事业很旺 财运也很好 有好消息传来 财运享受 生活会越来越富足 生肖马 生肖鼠马的人也是特别积极乐观的人 而且鼠马人特别有干劲 不管做神魔 总会全力以赴 用心去做好 虽然偶尔鼠马人也会比较盲目 急躁 有时候也常因为冲动而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不过鼠马人很聪明 灵活 纠错能力很强 所以鼠马人总能把什么事情都做好 不论是工作上 还是生活中鼠马人都能有所收获 必定会成为一个幸运的人 得到上天的厚爱 事业兴旺 生活幸福 鼠马人一辈子无病无灾 非常顺利 平安喜乐 生肖狗 生肖鼠狗的人热情 大方 典型的外向性格 是个特别容易相处的人 大气 善良 不拘小节 爱开玩笑 也特别合群 所以 鼠狗人社交能力不错 容易受到大家欢迎 而且 鼠狗人也是个很有追求的人 在工作上肯努力 不怕苦 能坚持 虽然有的时候容易因为太冲动而做错事情 但鼠马人脑子灵活 跌倒了 能够迅速爬起来 所以 鼠狗人的事业运很旺 必定能够在工作上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同时 鼠狗人也会找到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 必将爱情事业双丰收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有些人是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 而有些人是先享受后吃苦 这个就是行为决定命运的原理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三大生肖岁数越大 福气越旺盛吧 一 生肖猪 生肖属猪的朋友 天生甘愿吃苦 勤勤恳恳 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总会不顾一切的付出辛劳 即使短暂的失败也从不曾轻言放弃 而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 其经验也越来越丰富 正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 四十岁后的他们常得贵人的赏识和眷顾 福运是源源不断 晚年必能大富大贵 二 生肖属 生肖属属的朋友 天生机智灵敏 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但年轻时空有一颗向上的心 却时运不济